印象食品 味覺它一個故鄉在平凍 平凍的很大 很像 我申請了很多的商標都被退回來了 其實這個味覺是我兒子 他無心講究爸爸媽媽你得去味覺 後來我們想味覺跟味道的味覺相同 這個名字就很難 所以我們就去申請助責 其實賣咖啡是在我的心中 是早就有這個想法 我家有一個小孩子是音樂的自由 他又需要幫他籌一點 學費 我就想到我的故鄉 有相當多的民主 做台灣的咖啡 那我就想說那 嘗試的來推廣我們故鄉的咖啡 他有毛細口 他會把一些雜質 洗碗會透過打氣排出來 那又燒的是排不出來 所以又燒都在這裡 咖啡的品質很好 那搭配這個 搭配這種柴燒的作品 讓咖啡更 這次會不會學會 臺灣的民間利益 一年有30%的民間利益 那我希望推動永樂台灣 永福同享這個概念 讓夫妻能夠有機會再坐下來 或是說朋友之間坐下來同享 過去的一切的民間利益 過去的一切的民間利益 我的咖啡都是自家烘烘 新鮮健康的好咖啡 我們會不會學會 我們會不會學會 會不會學會 會不會學會 每一切都要這些 可能なら 有啤酒